有一位先生怕老婆 老婆让他理家务 这个先生忙了半天 好不容易忙完了 他坐在沙发上 倒了杯水 刚刚想喝 不知道老婆从哪里 捡到了一只袜子 嘴巴里数落着 你看看你呀 收拾了半天 这东西还是乱扔着 啪一下子 说着把袜子朝他扔过来 说巧不巧 正好搭在他的水杯上 半只袜子已经泡在水里了 他忍无可忍的 啪 拍了一下茶几 你 你 你 他老婆把眼睛 你什么呀 你 你 他一边伸手去捞袜子 一边笑道 你不知道 我只喝白开水 从来不喝泡茶的呀 我都不不喝口 我不是 请不喝泡茶的荣导 我都不喝水 我不是喝酒 我可以喝水 我给你 你吗 我来不喝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